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温曾在中国大陆实际节目穿上解放军服体验消防兵生活 但过去他在台湾却以僵质性极润言为由免服兵役 这回也在微波表态中国一点都不能少 而前小五队成员执意的陈志鹏同样发文抢搭反台独列车 今天还是以品牌的活动为主吧 因为今天是他们的开幕 出席活动鬼鬼选择不回忆 就连最敢说的综艺贴往吴宗宪这回都封口 我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开放任何地区地方的华语综艺节目 都可以来台湾报名参加我们的金钟奖 献哥曾在金钟典里说希望开放中国大陆节目 不过这回经纪人说献哥在中国大陆还有工作 因此决定不发表任何意见 三许两千路向台报道